- 金點復古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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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你不要小看這小小的風風風 - 這個是多年前我在馬大廳公園裡面 - 點球Catch度的小品 - 所以這是乾式風格嗎 - 沒錯 然後他忽異一下你知道 - 白的就是那種小小的那種情侶的感覺 - 他很隨興穿搭他想要穿搭是不是 - 沒錯 - 那我們今天想要聊的是什麼 - 我們今天就是要聊穿搭 - 我覺得穿搭這種東西啊 - 要看每個人他喜好度 - 還有身形 - 對自己身形 - 身體的掌握度 -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穿一樣的東西 - 對 像比如說呢 - 還記不記得就是Kiano - 就那個大伯父啊 - 大伯父 - 他私底下穿著 - 還滿有他自己的時尚品味 - 他私底下穿著還滿有那個 - 也算是有點牙癖 - 加上個人風格特色很強 - 我們不能說一個風格就代表說全部 - 但是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- 我們私底下都怎麼穿衣服 - 我又簡略式的分類了一下 - 第一個 - 韓風 - 哇 - 尷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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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哇我第一次看到剛剛穿這種風格欸 - 欸其實講真的 - 因為你的身型關係 - 其實你穿這個風格挺帥的欸 - 你說韓嗎 - 但是你不覺得我感覺脖子很痛 - 不是啊你 - 很愛脖子痛 - 我發現你很少穿這類的衣服吧 - 比較多有在認真打扮的感覺 - 我發現你都很喜歡穿寬鬆 - 你就比較size - 對你很喜歡穿寬鬆 - 所以像這類的衣服 - 你有曾經想要嘗試過嗎 - 看活動或者是場合 - 但是如果私底下 - 大部分還是比較喜歡休閒一點 - 比如說襯衫就不扣那一種 - 或是扣一兩顆這樣子 - 第二 - 這是櫻輪 - 我覺得你很適合欸 - 有嗎 我跟你講講真的 - 我一直說小服 - 但是因為我覺得 - 因為我吃肥啊那天 - 不會可是因為我覺得 - 因為你穿得起來 - 然後我覺得有點可惜是 - 你可以多一個夾住這邊 - 然後這樣子很像 - 吊帶 - 對那種感覺會更多一點味道 - 其實我真的覺得啊 - 櫻輪很難搭 - 因為櫻輪跟牙皮 - 一線之骨 - 對又跟正妝 - 我覺得很難去區隔 - 所以呢我光這個櫻輪啊 - 我講真的前後應該有四五套衣服吧 - 那你後來怎麼決定是這一套 - 我當場剝了Kiano的褲子 - 你說前幾秒說 - 很會打扮自己的那位大伯父嗎 - 沒錯就是大伯父的褲子 - 所以他瞬間沒褲子穿 - 沒有可是呢 - 因為你沒看到我一直都不敢動 - 因為我後面夾滿了所有的夾子 - 喔因為怕如果會掉還是會疤 - 因為尺碼大太多 - 欸噓 - 不能跟大伯父講囉 - 三 - 美式休閒 - 感覺我穿這樣 - 就隨時隨地可以打籃球 - 講真的乾啊我真的覺得啊 - 你真的要好好的裝扮你自己 - 太寬鬆嗎還是 - 不是啊比如說你的美式休閒 - 穿這樣子我就覺得你超好看的 - 我覺得穿美式休閒要有一個味道 - 我就少一味 - 然後呢你一直都覺得你自己很美式休閒 - 其實你沒有 - 沒有我不美嗎 - 我比較乾就對了 - 乾似了 - 對你比較乾 - 而且比較濕 - 因為我個人覺得你的所謂的休閒風是 - 其實你的褲子我發現你會比較偏穿街頭 - 街頭或帶一些個性 - 但是因為你的上半身呢你都會穿得很寬鬆 - 所以你常常會搭一個很寬鬆的T或者是帽T - 然後懶得弄頭髮的時候就是戴帽子 - 對啊所以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裝扮一下 - Yes I can - 不然可惜你的身材啊 - 是 街頭 - 我覺得你街頭穿球衣就對了 - 之前球衣是百搭 - 球衣是對的 - 人不對 - 因為我個人覺得我比較屬於 - 比較偏那種個性的功 - 我穿那個街頭我覺得味道還不夠 -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如果這個街頭風是你穿 - 我覺得超帥 - 不是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- 因為其實有味道啦 - 哪裡 - 你對我屬 - 哈哈哈 - 再來 - 骨著 - 我第一次這麼嘗試 - 為了拍這個 - 你有沒有發現 - 你已經穿了很多 - 你從來很少 - 或是接觸的風格 - 對 - 我每次一換出來看鏡子的時候想說 - 喔 who are you - 而且那個 - 我覺得頭巾還蠻加分的耶 - 除了身那個 - 毛毛 - 抱歉 - 妳說錯了 - 毛毛毛 - 就是要那個迷彩毛毛 - 你不能太素 - 可是你又不能花到那個毛毛 - 很誇張 - 所以迷彩我覺得很好看 - 沒有不一定 - 我覺得那時候要看個人怎麼穿搭 - 我個人覺得我自己也是混搭 - 混搭 - 所以你比較喜歡搭混的是什麼 - 因為我骨著其實搭不出來 - 因為我的臉就是看起來比較個性 - 所以我有時候比如說穿了骨著 - 假設下半身 - 我就偏偏搭了一個皮衣 - 好像有點跳動 - 因為骨著它那個材質是那個燈籠 - 什麼什麼材質 - 燈心籠 - 沒有它就是洋蔥式啊 - 或者是像那樣子的 - 比較那種風格 - 但是皮革就好個性啊 - 不知道為什麼 - 皮革就給人家感覺就是個性 - 可是我就沒有辦法欸 - 我就沒有辦法變成 - 所以你很皮 - 嘻哈 - 六六六 - 講真的喔 - 我也是第一次這麼認真的穿嘻哈風 - 你有沒有發現 - 你也有出來造型折的時候 - 嗚! Who are you? - 可是我要先說了 - 這個嘻哈風是現在流行的嘻哈風 - 並不是以前版的嘻哈風 - 以前的嘻哈風呢 - 會穿得比較 - 更鬆 - 有點像那種什麼褲啊 - 垮褲 - 它不是垮褲 - 就是有一點像布袋褲 - 啊 飛索褲 - 像你知不知道有一位叫N.C.哈 - 都 - 很久以前那個 - 羅百奇嗎 - 我不想跟他講這個東西 - 文青 - 那時候文青好像感覺就是要拿一本書的感覺 - 講真的我自己沒有辦法想像我文青的穿搭 -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如果你坐在那邊 - 然後這樣拿一本書的話 - 感覺路人經過他就會被你的書丟 - 應該每個屁啊 - 我也有幻想過我穿文青的感覺 - 可是你要戴那種可愛的那種眼鏡框眼鏡啊 - 對其實因為我的眼睛的關係就是不笑不說話 - 人家就會覺得我很兇 - 即便我在笑人家就會說 - 銀笑 - 銀笑 - 銀笑 - 有人這樣講你是不是銀笑 - 銀笑 - 誰敢講啊 - 然後他們覺得 - 腿包去哪裡了 - 下一個 - 個性 - 耶 - 非常的看很像Ban私底下會穿的樣子啊 - 對這個就是我的風格 - BAN STYLE - 所以非常的自然 - 可是講到自然 - 講真的我沒有到很個性 - 我的穿搭還不叫很個性 - 我個人我覺得有點牙皮加混的個性 - 然後再有時候會混到故作 - 如果說平常出去的話我還蠻喜歡就是個性加牙皮 - 這個是我Ban私Style - 但是私底下我還蠻喜歡穿美式休閒的 - 就是你穿的那一套 - 嗯我覺得很輕鬆啊 - 欸但是我很喜歡你個性裡面那件的搭配 - 背心式的搭配 - 不管是黑色或白色 - 加上一點點圖騰或是素質 - 我覺得就很有味道了 - 老實說啦 - 如果不care我的手臂的粗瘦的話 - 我還蠻喜歡穿吊嘎 - 因為我覺得很涼啊 - 而且你這邊很性感 - 不要突摸我啦 - 正妝 - 喔唷 - 阿剛 - 第一次這樣穿 - 褲子很合 - 超級合 - 因為你的肩寬 你的身高 你的就是體型 - 我覺得你穿這種 - 比較合身一點的 - 我覺得還蠻帥的 - 但不知道為什麼 - 我覺得我想要很正經的時候 - 不知道為什麼 - 我看我自己還是會覺得不同的 - 有點幽默 - 我很想穿正裝 - 我其實常常幻想我上班多來穿正裝 欸沒有喔 你上班也是好像蠻個性或是美式修行的 欸你知道嗎 幻想總歸是幻想吧 喔 牙匹 一線之隔的牙匹 對 其實這才是我最喜歡的風格 可是也蠻是很像的 可是講真的 我剛才就說了 我覺得牙匹啊 跟英倫 對 蠻像的 一線之隔啦 對 跟現在還有一些比較混搭式的就是個性接頭 我覺得現在很多風格不會侷限在 你應該要整體是這個元素 稍微有一點不同的話 會多一點新鮮感跟層次 除非太跳通 我決定了 我往後要開始穿牙匹縫 因為呢 我想要當個很成熟 有魅力的人 以上 你們猜猜 我們今天穿搭了幾種風格 給你們看 數一下 那你們喜歡穿什麼樣的風格呢 或者是你們最欣賞我們兩個人穿哪一種風格 對 然後你們可以分享就是你們覺得什麼樣的穿著 是可以給T穿的啊 對 然後不要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這樣我就很欣賞大波夫 他今天被Cue了三次 對 他今天被Cue了很多次 他現在有褲子穿嗎 他現在是有褲子穿的狀態嗎 有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記得在下面留言 就告訴我們你們最喜歡我們看到我們穿什麼類型 但是禁止說肉衣或者是黃溜溜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下你的小鈴鐺 讓更多人看到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所以 OK 那 你貼不下去吧 大家這集趕快瘋狂的轉發